她的动作很一致 所以其实肌抖没关系 她还是会到拾环上 而且你运动员本身 你关注的点不要在意 哎呀我好抖啊 你要想着我动作怎么去做 她这个前面的标 我盼盼盼 首先应该是Wonder慕子阳 自己的三支剑 去年的比赛当中 大家有印象的话 慕子阳也是三剑三十 这配的弓箭也很专业 一号晚会准备发射 她是想过 想片是在描准器上的 这个没想 没想她就走了 比赛六环 比赛六环 自己不是很满意 大的想片 但是还没有等到 你想片想 就把比赛射出去了 心态太重要了 加油 九环 回来了状态回来了 因为她如果加了响片 然后片又没响的话 剑出去是受阻碍的 我刚才看看她差一点点了 她可能没压上什么 而且慕子阳的训练也很刻苦 其实她这个装备 对她前臂的力量来讲 要求也是非常大的 没错 没错 七环 七环 二十二 那就是四个选手 是二十二环要加剑了 二号把位准备发射 二号把位准备发射 我觉得我们的解说的整体音量 应该都是今天整体当中最温柔的 没错 一个音阶 因为不敢发出过打的声音来 二号把位 第一剑拖把 刘热加油 刘热加油 野哥稳住 一环 第二剑一环 你看她的动作就不一致 那这样的话已经有二十二位选手完成了一选赛的三只剑的试射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